到现在已经举办了十四届的东森新任王 可以说是建奏了选顺节目的发展历史 从最开始的现场评需要 发展到的网络还有电话投票来拼人气 比赛内容还有选拔方式都紧跟着时代的变化 一起来回顾这一段难忘的选秀之路 看知名选秀节目《美国偶像》 让一位为身怀绝技的选手脱颖而出 为了鼓励华人也能勇敢站上舞台 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东森每周在2003年开始 依然选择在全美华人最多的洛杉矶 举办主播和才艺新秀选拔赛 比才艺更比创意 让不少选手都留下一份难忘的年少轻狂 随着时代发展 选拔方法与比赛内容都在不断改变 像是08-09年创新使用网络和电话选票 来个人气大比拼 更增加败部复活以及魔王PK赛 来让比赛更刺激更有挑战性 让参赛者们不敢怠慢 急急拉票 请大家投给我 一路走来 节目与选手共同成长 更逐渐打入主流社会 08年冠军Edward签约 李士尼成为特约艺人 而后主流知名歌手CJ Ammons 与新人王合作担任评审 在决赛现场秀出唱跳好功夫 2016年更是史无前例 联手韩国知名电视台NBC 欢迎更多爱好音乐的年轻人 站上国际舞台 东森新闻唐梦伟 李宗瑶在罗杉矶的采访报道